大家好,原來昨晚一個傍晚的時份,經濟日報出了一宗新聞 說在區議會的會議在諮詢中,會在康城附近建了新的政府聯用大樓 究竟有什麼設施呢?以及位置在哪裡呢? 我們即時去片段看看 時時留心即學問,歡迎來到VIPI珠仔頻道 還未訂閱我們的朋友,記得免費訂閱或訂閱我們的頻道 這宗新聞由昨晚七點多鐘,經濟日報登出 在這裏一定要多謝這個朋友仔 VIPI自從有搞這個頻道之後,很感恩,認識更多不同的朋友 這個朋友仔昨晚看的新聞,即時給VIPI看到 所以從而VIPI想今天去介紹給大家 經濟日報說這個文件在最近的區議會的諮詢中應用出來 所以他就刊登區議會的資料 就說這個會在將軍澳86區 其實就是在鄭康城的旁邊 會建一個政府的聯用大樓 最主要是什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政府化驗所的總部 我們等一下會看看政府化驗所究竟有什麼服務 我等一下會詳細說一下 接著其實就有一個衛生署的藥物儲存庫 其實新聞也有提到 譬如每年的流感針的疫苗都有機會 如果這裏建造好的話 就會做一個儲存庫,儲存一些流感的疫苗 接著另外還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會有一個圖書館和自修室 另外就是一個社署資助的體藥長者家居照顧服務團隊的處所 即是有些長者服務的東西 最後就特別一點 有一個叫做科技探資館 那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就對應第一件事 其實這個第一件事 政府化驗所總部 Government Lab 其實就有一個很大的服務 就是一些法證的驗證 有些比較先進的科技 去做一些法證的檢驗 就會藉著這個管 展示一下這方面的技術 香港有多麼先進 介紹一下給大家認識 這個聯用大樓 預計是3.25萬的平方米 最大目的是 去舒緩現在政府化驗所的劑壁情況 這個新聞比較多一點蝙蝠 為了提高學生 年輕人對檢驗 法證事務工作的認識 所以就有一個新的主題 叫做科技探資館 其實裡面就會有不同的互動設施 介紹一下化驗所的檢測 和發證的工作 從而可以有個機會 讓大家知道這些工作 在什麼範疇 提高年輕人的興趣 剛剛也提到 有一個社區服務的新的處所 佔地大約6,100平方米 最主要服務區內體藥的長者 以到戶的形式提供社區照顧服務 但是至於這個新的聯用大樓 那個設計和預算 暫時還未在區議會公佈了任何資料 我們看看位置 在這份區議會的資料 有提到的位置 就會在我們康城的南邊 其實就會貼了一條D9的跨灣大橋連接路 過了連接路之後 就是在新的現在計劃或是在諮詢的新聯用大樓的位置 在星星這個地點 其實大約在哪裏呢 如果我們用回這張照片看 在港島那裏看回來康城 你看到紅色箭咀就是由LP6那裏 就看回工業村那邊方向 那個大樓正正就是紅色箭咀底下的位置 我們走近來康城其實就是LP6和進海對出 現在你看到這條馬路其實就是D9連接路工程 左手邊有個暫時工程的屋的位置 那裏應該是新的聯用大樓 現在在諮詢中的新選址 我們去片看看 其實這裏就是康城進海邊看出去 看見到右手邊這裏就是D9連接路 就上塊彎大橋 之後我們向左手邊的方向慢慢移過來 在這個連接路上的位置 對啦 這個位置我們定一定鏡 就大致上這個新的聯用大樓 這個位置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其實這個位置 暫時都是D9公路 或者框大橋工程 一些工作人員暫時的辦公室位置 它都在諮詢中 將來這條橋建好之後 我覺得D9就用來做其他用途 包括現在在諮詢中的新的政府化驗所總部 但是應該不會太快去興建 現在在諮詢中 撥款都未有 可能都要是兩年三年之後的事 我們很快去理解一下 究竟香港政府化驗所是什麼 其實就在Wiki那裡提到 它是一個在政府裡 成立了一年之比較久的部門 大約編制接近有500人 留意一下 其實在這個部門做事 有三分一人士以上 都是一些比較專業的人士 做化驗驗證 醫學驗證的專業人士 其實這個政府化驗所的 最主要服務對象 就是政府的其他部門 所以每年都有一定的 預算的開支 就會給了這個化驗所 你看到每年都有幾億的預算 是批了給它 去維持住這個政府化驗所的服務 除了剛才的政府資料 除了有BP上網找到之外 其實原來找到一份 是應該它的 date 是2018年 之前已經去了區議會那裡 諮詢過一次 就把這個新的總部大樓 就不是在現在這個86區 就先前建議在85區那裡 其實在香港不同區 都有這個政府化驗所 而它的總部暫時在何文田 這裡在諮詢中 就想的新總部就站在康城旁 它的檢驗範疇 包括食物安全 突發的藥物事件 嚴重罪案 重大傷亡事故 或者其他緊急的服務 都需要政府化驗所做一些檢驗的工作 去幫忙做一些證據 然後給予不同的部門 之後就繼續跟進和處理 而這個化驗所 亦都代表香港 去參加一些國際認證的會議 入了一些國際認證的會議 做會員 所以剛才所說 這個新的諮詢文件裡面 要建一個科技的認知館 最主要就是去介紹 這個政府化驗所 在這方面的工作應用的技術 就去分享給大家去認識 我們看看這份一百年的諮詢文件 它就說因為化驗所 比較擠迫 不夠用的地方 所以就想建一個新的大樓 而那時候的選址 其實都是在康城附近 那時候的選址 在85區 其實就是在我們康城環保大道的隔離 即是康城的東面方向 正正在進營和康城的中間 在這個最新滾熱辣 2021年出的諮詢文件 它就搬了選址 由85區就搬到86區 即是上面綠色圈圈的位置 就搬到下面紅色圈圈的位置 即是說之前的選址 就是康城的東北面 然後現在改了康城的東南面 就黏著工業區 其實跟我們都是隔了一個D9的連接路 那如果VIPP印象沒有記錯 其實之前在東北面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些街坊 和區議員都說反對 因為就不想這個化驗大樓 建得太近我們康城的民居 現在它就應該就 今年就改了地點 但是就看來 遠近都跟康城差不多 由東北面搬到東南面 好了 在這裏再次多謝這個朋友仔 他就即時看到新聞 就分享給VIPP VIPP知道了 再整理下一些上網找到的資訊 就在這裏分享給大家 如果有些什麼最新的資訊 VIPP即時跟大家更新 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分享就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記得了 如果想看VIPP頻道之前的片段 就去Paylist裡 就分了不同的類別 方便大家可以去找自己有興趣的題材 之前有朋友仔說 Youtube那裏的資料比較難跟 因為日字比較難要去找才能看得到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去看 有個Time Sequence 好像Facebook 去看出康城的資料 就歡迎你加入 VIPP珠仔頻道 又出康城的group page 在這裏就會比較容易看 一路不同的日子 出的最新康城的資訊 在這裏的 sho husbands Facebook 我就是那個 在拍攝